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電視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比特幣 vs 黃金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訂閱一下代表支持喔 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把這個比特幣 比喻為虛擬黃金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看一下 這個比特幣對黃金 在這個實質基本面上呢 跟他們最近十年的價錢走勢上 到底有什麼區別 那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比特幣目前的年齡呢 是大概13年左右 那黃金是已經存在5000年了 那以這個資產的這個時間 還有這個以前的這些紀錄呢 黃金是很明顯的 這個遠遠勝過比特幣的 但是帳面上看起來如此 我卻不這麼認為喔 因為什麼東西並不代表 它這個存在的時間9就好 就像是5000年前 大家都在騎馬 那今天如果你要從A到B 你會選擇騎馬 開車 還是坐火車 那當然是後者嘛 所以說不代表說這個9就代表好喔 就像是5000年前 這個人們用這個弓箭啊 什麼的在狩獵 那你今天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你會選擇用弓箭狩獵嗎 還是會選擇用這個槍呢 對吧 所以這個時間9並不代表這個東西就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這個Scarcity 就是它的稀有程度 那比特幣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一共最多就是2100萬顆 不會更多了 那在目前的流動比特幣 大概是1900多萬顆 那黃金的話 它說是說是Limited 但實際上 這些挖黃金的公司 如果有需求的話呢 他們是可以透過技術 以比較快的速度產出黃金喔 所以黃金也不能完全算是這個稀有的產品啊 因為如果有需求在的話呢 是有很多其他辦法可以增加這個黃金的產量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個Scarcity上 就是這個稀有程度上呢 應該是不如比特幣的 因為比特幣的這個流量什麼等等呢 大家都看得到 那黃金的話呢 是可以因為需求而增加它的產能的 第三個是這個Divisibility 就是說呢 那你好不好把它分開來使用 那比特幣當然是很容易啦 因為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Satoshi作為單位 那最多是可以分到這個百萬分之一的比特幣 所以這個單位上呢 比特幣是可以分得非常非常細的 那相對黃金呢 你是不可能把金條割成就是好幾半 然後用來買東西啊等等的 所以在黃金這個部分就是不如比特幣 下一個是這個Price stability 就是這個價錢的波動 那黃金目前當然是波動 比比特幣小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黃金是佔有優勢的 但是波動小呢 也不代表是完全的優勢 就是當一個這個產物或者是投資項目 它這個波動小的時候呢 相對的也代表 你在上面可以賺錢的機會也是比較小 那一個高波動的產品 雖然說會有這種短情的大波動 但是在上面能得到這個投資報酬率 平均下來是相對的是高的 接下來第五個是Storage and Security Cost 那比特幣的話呢 就是要看你放在哪裡 你可以擺在交易所啊 你可以擺在冷錢包 熱錢包 有很多的選擇 那最安全的當然是冷錢包 但是冷錢包也是有 就是你自己把這個密碼弄丟的風險 那擺在交易所上呢 會遇到一些就是被hack的情況 所以比特幣的這個安全性呢 是要看你擺在什麼樣的地方 那黃金呢 你是可以自己擺在自己家裡啊 或者你也可以擺在這個銀行的這個保險櫃 那基本上我認識的人 黃金應該是沒有人擺在家裡啦 基本上都是擺在保險櫃 那在這個上面呢 我就覺得給他們一個平手吧 就在這個保存的安全性上 我覺得兩者應該都是還是不錯的 除非你 下一個是 Useful as Payment and Currency 就是說這個好不好用來當支付系統使用啊 那比特幣當然是很容易啦 透過這個閃電網路這個速度又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黃金的話基本上是沒有人在黃金買東西了 下一個是Portability 就是它的移動度好不好呢 那比特幣呢 基本上你只要有網路在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使用它 那黃金的話呢 基本上沒有人這個旅遊啊 或者是在移動的時候 所謂帶著金條在身上走的 下一個是Taxation 那這個收稅的部分呢 我就不多談了 因為每個國家不太一樣 所以也不太好比較說誰比誰好這樣 那下一個就是 US Listed Spot ETF 就是現貨的ETF呢 比特幣目前是沒有的 那黃金是有的 但是我相信接下來幾年內 這個一定是會有比特幣的ETF 最後一個是Correlation to S&P 500 就是對這個S&P 500這個指數呢 他們的這個波動性是怎麼樣 那黃金是跟這個股市走勢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比特幣 這個圖上是寫說只有15% 但是我們目前也知道在最近的幾個月 比特幣跟這個股票走勢 基本上是90% 100%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了 OK 那這個是基本面的部分 我再帶大家看這個過去十年他們的走勢 OK 這張圖就是顯示出這個過去十年 比特幣對黃金還有這個S&P 500的走勢 那我們最近可能常常聽到說這個 啊 比特幣這個虛擬黃金都是虛假的 就是都只是炒作啊 根本沒有這個效果 但是我要對這些人說這個你們這個 這個目光簡直太短淺了 不要只看過去半年 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在過去一年內這個比特幣的確這個 performance沒有比黃金跟S&P 500來的好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一年 比特幣損失了41% 那黃金是跌了大概1% S&P是3% 基本上就橫盤了 那就因為最近一年是這樣 那大家就開始質疑比特幣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目光放的太短淺了 OK 那我們如果把目光放的稍微遠一點 那光看兩年我們就可以看到 比特幣有這個將近三倍的投資報酬率 黃金只有5% 還是基本上橫盤震盪 那S&P 500增加大概42% 那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得更長一點 看十年的話 那比特幣是有個5810倍的增長 黃金16% 依然是在這個橫盤震盪了 那S&P是翻了三倍 那由這張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黃金在過去十年基本上是甚麼都沒有做 就是它現在的價錢跟過去十年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把通膨算進去的話 黃金是100% 是一個負的投資 就是它的這個投資報酬率是負的 因為過去十年這個通膨絕對是遠遠超過16% 所以當你看一個投資項目 它抗不抗通膨的時候 不能只看短短幾個月或者是一年 如果我們看這個過去十年的數據的話 那比特幣在抗通膨的這個部分 是遠遠的勝過這個黃金跟S&P500的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今天第一個新聞要帶大家看一些 就是有關LUNA的一些更新 那第一個新聞我們在這邊看到這個 Anchor Protocol 就是這個LUNA UST的這個抵押機制的這個項目 它這個Anchor Protocol最初的這個Developer 它曾經是提醒過兜礦 這個20%的利息是沒有辦法持續的 就是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說這個Teraluna的UST 就是這個Anchor Protocol的系統 一開始的design是3.6%的利息 一直從設計到最後要發行 都是準備給這個3.6%的利息 但是在這個發表的前幾週 這個兜礦突然把它改到了20% 為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把這個UST鎖在Anchor Protocol 那這個出來爆料的這個Developer呢 他自己的匿名叫做Mr.B 那在這個項目發行之前呢 他有給過建議給這個CEO兜礦 說這個20%的利息是沒有辦法sustain的 因為這個USG的系統呢 他一開始的這個design跟設計呢 就是設計用來給3.6%的利息 那如果把這個利息改到20%的話呢 這個項目是有非常大的風險 很有可能會崩盤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他給的這個建議兜礦 完全沒有採取啊 所以就是被拒絕了 所以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這也是第一次有這個消息流出啊 這個關於USD跟Anchor Protocol 他們原本的計畫 從他們開始這個項目 到這個發行前的幾週呢 這個項目最初的設計呢 都是只給這個3.6%的利息喔 那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在最後兩週這個兜礦把它改成20%了 那也是非常的遺憾 因為到最後的確像這個開發者想的一樣 這個項目是沒有辦法持續的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這個LUNA 2.0系統 就是新的這個LUNA鏈的一些新聞 那基本上就說這個項目發行到現在的波動 就是非常非常大啦 但是主要的這個走勢呢 還是在往下行趨勢 離它的剛AirDrop的價錢呢 到現在應該是跌續了7-80%了 那在下面呢 這個Fatman之前也跟大家goover過 他是這個LUNA生態鏈裡面的一個influencer 那他今天在推特上面就說呢 Terra Foundation Lab在這個發行第一個 就是Original這個LUNA最初的這個幣的時候呢 他們也有說過啊 他們是不會持有任何的LUNA幣喔 就是這個Terra Foundation Lab 他們是不會擁有任何的LUNA幣喔 但是到最後被發現說呢 但是到最後被發現說這個Terra Foundation Lab 其實是擁有這個420M的LUNA 那當初的價值是大概200M 就是2億美金喔 對於他們說他們從來沒有持有過LUNA幣呢 基本上就是Lying in front of your face 就是在你面前騙你了 那下一則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南韓呢 對於這個Terra Luna爆掉的這個事件呢 他們也是持續在做調查 那對於這個南韓政府說 這個Terra Foundation Lab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Fraught 那Terra的這個co-founder Daniel Shin呢 他則跑出來表示說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deception As we just wanted to innovate the payment settlement system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 就是說呢 他沒有任何這個想要Fraught或者是騙人的行為喔 他們只是想製造出一個非常新的這個支付系統 然後用這個區塊鏈的技術來進行這些事情 那至於南韓政府他們調查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我還是會持續做新聞給大家更新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Dowcoin在今天幾個小時前呢 他發表了一系列的推文喔 那基本上就是講一堆廢話啦 說他們花很多時間啊 跟他們所有的心血都放在這個Terra 2.0的生態鏈啊 希望在上面的這個開發者 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啊等等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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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都是bunch of bullshit OK 就沒有什麼任何意義啊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呢 是這個第六點 因為他說這個Terra Foundation Lab呢 在這個2.0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是沒有任何的involvement 就是沒有參與任何這個Terra 2.0的部分 因為現在呢Terra Foundation Lab 不擁有任何的2.0幣 基本上就是一個社交運行的項目 那看到這裡大家有沒有覺得非常熟悉 沒錯我們在幾分鐘前才go over過 這個Terra 1.0的時候 就是他們剛發行的時候 Terra Foundation Lab 也說他們沒有擁有任何的lunab 結果到最後被發現他們是持有高達2億美金等值的lunab 那現在豆款又跑出來說 這個Terra 2.0呢 跟我們Terra Foundation Lab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沒有持有任何的币喔 也不控制這個項目 那你會相信他嗎 是我我完全不相信喔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這個Litecoin 萊特幣的 那他們增加這個MimbleWimble的feature 就是可以進行這個完全匿名的交易 那在這個更新發生之後呢 就有很多交易所把這個萊特幣給下架了 因為涉及到這個監管的問題 就是如果在萊特幣上呢 可以進行這種完全匿名字的交易呢 那這個交易所啊還有監管 是不太可能控制這個項目 所以很多交易所 在這件事之後呢 就下架萊特幣了 那我對萊特幣的看法呢 我是覺得沒有任何持有的必要 因為當初這個萊特幣 就是比特幣fork出來的 那所有這個萊特幣的fundamental 跟比特幣比呢 是沒有任何的優勢 然後在2021年這個牛市的時候呢 它漲的又沒有比特幣多 那跌的時候又跌得比比特幣快 那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買萊特幣 就買比特幣就好了 因為我看不到任何持有它的原因啊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Polygon的 Polygon他們聘請了這個 Airbnb的Director of HR 去幫他們run這個去中心化的workforce 那我們知道這個Polygon在最近呢 Hire了很多曾經在大公司做的這些高管 那像今天Hire的這個人呢 他在Airbnb之前呢 就擔任過很多大公司這個高管的職位 包含了Adobe啊 Yahoo啊 Taxel Snapdeal這些大公司 他都做過高管 那在幾個月前呢 Polygon才Hire了這個 YouTube The Head of Gaming Ryan Wyatt 來當他們這個Polygon Studio的CEO 那我們看到Polygon在最近半年內呢 也是聘請了非常非常多人 他們從大概100多個員工 變成有500多個員工了 在開發這個Polygon的生態鏈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說 Polygon已經越來越像一個L1了 雖然說它是以太的策鏈 但是呢現在很多項目都是直接這個建築在Polygon的系統上面 所以我覺得就算以太2.0出了之後呢 Polygon應該也是還是會存在了 因為就算以太2.0出來 它還是需要這個Scalability 就在延展性上還是需要幫助喔 所以Polygon到時候對這個以太的延展性呢 也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項目 最後的新聞是這個 透過Deloy的問卷調查顯示呢 超過75%就是四分之三的這些實體店呢 他們都準備在接下來的24個月內呢 他們願意接受這個加密貨幣跟Stablecoin 就是穩定幣作為支付的一個選項喔 然後更有超過85%覺得五年內呢 加密貨幣的支付 將會出現在所有的實體店當中 那這個問卷調查呢 是透過2000個 Senior Executive 就是2000個在美國實體店的公司 他們裡面的高管而做的喔 那在下面我們可以從這個圖看到呢 越大的公司呢 他們投資在這個加密貨幣支付的錢 就越多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低於1000萬市值的美國公司呢 有36%呢 花了不到10萬在加密貨幣支付的這個上面 那58%是花了10萬到100萬 那只有不到6%是花了超過100萬 那往右邊看到這個 超過500Million市值的公司呢 就是超過五億市值的公司呢 只有54%花了超過100萬在這個加密貨幣的體系上面 那34%花了10萬到100萬 然後只有12%花了10萬以下 那下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報告也是非常有趣喔 就是現在的這個Consumer就是客戶呢 也是開始要求有這個加密貨幣支付的這個選項喔 我們在這邊看到高達64%的人呢 覺得是對這個有加密貨幣這個選項是非常有興趣的 然後32%是中等有興趣的 然後只有2%是完全沒有興趣的喔 然後再往下看這個圖呢 有高達87%的人呢 覺得說這個接受加密貨幣支付呢 會是一個市場競爭很重要的一環 那有85%的高管都同意說 在接下來幾年內呢 加密貨幣的支付呢 是會以飛快的形式增長 那最後可以看到有高達83%的這些高管呢 覺得在接下來10年內 會有加密貨幣成為這個美國的合法交易貨幣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gover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週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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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很期望 還有